Hello 今天想和大家推介一个平靓正的专业 这专业还会方便你移民澳洲 留在澳洲工作成为领久居民 这是护士专业 护士在澳洲来说是一个十分大需求的人才 紧缺的一个行业 因为澳洲是一个高医疗福利的国家 人口又不断老化 我们对于医疗的需求和要求都不断提高 澳洲政府十分希望有些经验的护士 可以申请来澳洲 以技术移民的方式申请来澳洲 但毕业生也是有办法留在澳洲 成为一个注册护士的方法 首先可以说回 如果你是高中的学生 其实你可以来申请澳洲三年护士的课程 读完之后 其实已经有一个护士的身份 可以在公司进入医院工作 另外还有一些老人中心 或者一些社会的医疗医院工作 三年的学费大概是六七万左右的澳洲 大概整个课程来说 除此之外 如果你是一个本身已经有学费的人 你想转学 或者你本身已经是护士了 那你还想来澳洲 考一个澳洲护士的牌 其实是可以入读一个 Graduate Entry Bachelor Degree in Nursing 有开设计的课程的院校 在澳洲来说并不多 应该只有六间大学有提供的 我想推介的是 其中有两间 在昆士兰的大学 他们分别有提供一个两年的 Graduate Entry 护士的学士学位课程 Graduate Entry 2年再加4个星期的临床实习 它的学费是五万八千四百元澳子 对港币大概是三十五万 第二间是阳光海岸大学 阳光海岸大学 在Brisbane以北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 它可能是全澳洲唯一一个 经常有野生代鼠出没的一个 前陣子我去到一个Campus参观 也拍了一些视频和相片 希望未来很快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Campus有多漂亮 让大家看看 说回护士的Graduate Entry 课程 整个课程是两年 再加8个星期的临床实习 它的学费是四万四千四百元澳子 等于二十七万港币 以现在的回率来看 其实你看这个价钱来说 十分抵护 因为读完后 其实已经可以有一个澳洲的注册护士的牌 直接可以入职工作 另外就是说 在 Pingkos 其他国际cka 地区中心现在已经正在建立一间十分大的公公公公 hosted 在他自己的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公布了很多人手 他会需要很多的护士,特别是一些注册护士 所以你找工作的地方相对是十分容易的 说回移民方面,技术移民基本上是给一些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去申请的 如果你说你没有3-5年的护士经验的时候 你想用毕业生这个资格去申请技术移民这条路 其实困难是相当高的,成功率也不高 但是,如果你是可以通过雇主担保这个方法来申请你的移民的话 你就可以很快地申请成功一个移民 因为澳洲的雇主主愿意担保你的话 你就可以凭你的工作经验,然后申请永久居民这个移民 还有呢,USC另外有一个优势就是说 其实它是属于澳洲移民局定义为偏远的地区 对于你移民来说,是一个加分在那里 在护士之后呢,其实还可以继续进修 例如选择助产士 精神科 或者是一些急症科的专科 继续进修你的护士的专业 变成了移民也好,你的出路也好 或者是你要付出的价钱和时间也好 我觉得护士在现在来说是一个十分值得投资 也是值得去考虑的一个专业 可以给一个新筹参考给大家的 就是说护士的毕业生 其实现在的起床店呢 是澳子每年的年薪是五万八千元澳子 对于一个新筹参考虑的价钱 对于一个新筹参考虑来说 这个价钱已经是十分好的一个 入生起床的价钱 因为平常来说 澳洲新筹参考虑的价钱应该配为 在五万澳子年薪左右 有些真的相对低一点 可能是四万多元 大家还要留意一点 就是说护士的 在学术上的要求 学术上的要求就不是很高 但是他就要求英文就要IELTS有七分 如果你的IELTS没有七分的话 不要紧要 你也可以提前过来澳洲 才读英文班 英文班过了 其实就不用再考IELTS 就已经可以入读他的注册澳事科程 这个也是对于一个英文 也就是一个卖点 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大学提供的英文班 而不用再考到IELTS七分 就可以入到一个注册护士的科学程 希望刚才的知道 可以帮到大家去规划自己将来的出路 朝着这个专业的方向进发 如果你需要多些有关于USC QUT 或者是在学术上的学生 护士行业的资料 欢迎留言问我 我很乐意地解答大家的问题 还有给大家多些资讯 帮到大家 我最开心 好了 下次见 拜拜